中央起上宿发布高温昂摄的定乎 该官都不向起温可能到36度以上 在在起10点到下午2点是在头上 该官政府也好用监照合法外党以及劳动 注意方法并且复穿水分先向着上海 该官都入宿说 当人体力高温的环境之下 因为这些温动在大量的摆冠 以及流失电解日 三型头红、头疼、想要脱和脱 以及全身处无力定义症中是热衰竭 那是因为大量的老官造成脱水 抵来养分分配失掉 造成肚子的肌肉 以及抵来脚部肌肉的矩筋 是热痙磷的现象 那是在无法度散发折量的环境当中 造成身体核心体温性广告40度以上 当时中央身经的光灵出现状态 有危及死命的状况才清为中山 中央气象局近两日发布高温警讯 那嘉义县政府特别提醒我们农渔民 这两日在田间工作 包括渔温 那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曝晒 那要注意 尤其在中午12点到2点的阶段 气温会高达36度 所以特别呼吁我们农渔民夏田 或在雨温长时间的工作 记得要做防晒的工作 那也避免在中午的时段 再长时间的在太阳顶下做曝晒 以防中暑 都要处体制 以防中山后的消费部 美日头保之分 欠风拍 爱疼风 以及保持人家 这农渔民在中暑顶上做的时候 要做好以防中山的各行出事 如果要随时注意身体总控 以及自身安全 也要留意周边的附近 其他浓友的监控 可上照应 先行本就来行 盖一关彩虹播等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YouTube频道 带您网路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